Für The Waller homemjang 時間到了 首先歡迎大家 今日來到中文大學 出席由天主教研究中心舉辦的 一連串四個講座 四個講座的主題都是講墳場 歐洲的墳場 包括了意大利的米蘭 還有法國 還有意大利 其他一些沒有米蘭那麼厲害的墳場 這四講的講者就是張慎畢教授 我會再介紹一下 本來今晚是由夏其隆神父做主持 但很可惜夏其隆神父是有點不舒服 今晚不能來 張教授就找我 找我來主持 我說什麼誰呢 我是恥作勇者 為什麼有這個講座 或者以前我們搞過一次 其中一個月前 我有一次在大學遇到張教授 我就說 瑞蘭去看墳場 就了不起了 不如跟我們做一個講座 好 我們有很多朋友都有興趣 那次不是很公開 結果也有很多張教授 中大學生來聽 今晚就是把那個 更加延續 是把上一次 更加豐富 張教授說 差不多有四分一今晚的東西 跟上一次講的不同 所以再來聽的朋友 是沒有壞 吸收多一點 我想介紹一下張教授 張教授是在哲學 退休的教授 不過就退而不休 仍然在 中大教書 他教什麼呢 其中一個課 就是講生與死 所以 所以講墳場是其中一個很有研究的項目 當然 他說除了文化之外 是在藝術的角度 今晚是講多一點的 是跟一些講歷史 或者講其他的 文化的東西 是有些不同 大家在不同的角度去探索 歐洲的墳場的問題 張教授除了在哲學講生與死 其實他還有一個課 他的研究 就叫現象學 這三個字 我明白是什麼意思 但連接的時候 真是哲學的現象學 是一點都不知道是什麼 張教授在退休之前 也是中大的通識主任 所以 有一些題目 可能他可以涉獵很多 還有他個人興趣 又喜歡攝影 2月10日 就在崇基行政樓 在黃昏開始有 他展覽的開幕禮 跟著崇基行政樓 繼續去攝影的展覽 張教授的攝影展覽 已經不是第一次 以前我看過他 拍窗 拍樹影 再拍在高空拍攝 精彩得不得了 那個高空拍攝 開幕禮 比我喝醉了 閒話不多說 我們就是 用熱烈的掌聲 多謝 張教授 你好 謝謝 哦 謝謝 謝謝 琳iliyor 謝謝